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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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你他才相信这些美梦都能够实现都能够成真 他很自信地认为你们的人生都会过得更好了 只要在一起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他是非常坚定的心爱着你 一点都不模糊一点都不伤心两意 可以选到第一组这个人他现在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首先你足迪拜卡来看呢 说亲爱的自从有你了之后呢 他发现了一个充满色彩有趣好玩的一个世界 他在努力的想要显化他自己给过的承诺 过去说过的幸福一定会实现的 他很自信地认为你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他对你的心是非常坚定的 就算有更好条件的人出现也不会动摇他对你的这一份真心 看塔罗怎么说你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他现在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还有什么呢 看塔罗怎么说 跟你在一起他发现了幸福 他发现了他要的美好人生 他有什么心事都愿意跟你分享 对你完全没有秘密哦 从你身上他随为了很多 他会成为一个更撑着的男友女友 去推动这份感情前进 去把幸福带给你哦 你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更多的甜蜜 在他眼里你是最美最帅了 没有其他人比得上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你简直就是他的梦中情人 是他梦寐与秋香在一起的一个对象 是你拯救了他 他觉得有你呢 世界变得光明起来 变得正面起来 你就是这么轻而易举的 偷走了他的心 他现在对你身份颠倒到不行 对你满满的热情哦 相信你依然都会心路乱撞 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追求了 没有其他人或人事物会阻挡他向你前进哦 他就是这么坚定的爱着你 给选到第一主义塔罗派卡来看这个人 他现在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他说有你呢 他见到了他要的幸福 他要的美好人生 你简直就是他的梦中情人 他很信心自己的日子 生命里有一个这么样的你 你拯救了他 你帮助他见到更光明的一个世界 他对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他从来都没有骗你 而且他觉得你是可以分享心事的人 他能从你身上学会好多 他会慢慢的成为一个更称子的男友或女友哦 你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你就是他的幸运之星 他见到你 他心情都会好起来哦 在他的眼中你是最美最帅了 没有其他人比得上你 你就这么进而易举的把他的心偷走了 每当想起你呢 他就会心路乱撞 对你的热情是非常强的 是盖不住的 他骗不了他自己 他承认他爱的就是你 而且他已经把你认定为他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他要跟你有一个未来 不管有什么人事物阻挡他都不会成功令他退缩 他怎么样也要与你有一个未来 康斯卡怎么说 李选道第一主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大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呢 亲爱的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 没有其他人了 他就只想跟你在一起 一切的风浪都会过去的 你会发现 过了一些风风雨雨 他还会在你的身边不离不弃 他觉得上天赐给他最棒的礼物就是你 就是能够跟你在一起 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令他很伤痛 他无法接受是现实 他永远都觉得跟你相处的日子太短了 他要的是更多 他希望热对越对 你有时要他 有时又不要他 到底你对他是怎么样的呢 你对他忽冷忽热的 他有一直在网上关注着你的动态 他在想你 他真的爱上了你 可以选到第一组 以赐卡来看他说 亲爱的 他觉得你们的距离好像越来越大 到底他还能做些什么 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呢 他不想跟你有这么大的距离感 亲爱的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 没有其他人了 他就只爱你 你会发现 风风雨雨过去了之后 他依然待在你的身边 不离不弃 他是可以托付终生 过一辈子的人 他很珍惜上天赐给他的这份礼物 就是能够跟你相遇的 若你就是觉得他不够好 或者是对他有什么令他不开心的事情 他真的很受伤 他无法接受是现实哦 到底你要他还是不要他呢 你令他很错乱 对他忽冷忽热 令他受尽折磨 他一直都想要待在你的身边 不分开哦 永远都觉得跟你相处的时间太短哦 在没有你在身边 他都在想着你 会一直关注着你的社交媒体动态 想看你的网络上的一些动作 他真心的爱上了你哦 请你别再质疑他对你的爱了 看彩虹牌卡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一起来干 有什么提醒呢 我信任我的直觉 相信你的直觉哦 别小看你的直觉 第六感哦 我快乐地分享我的知识和能力 给那些对我常开心胸的人 别吝啬自己的所知所闻哦 可以多点的分享自己的知识 被爱是世界上最轻易的事情 因为那是我真实的本性 你是可爱的 你是一个值得被爱的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你的动力在哪里呢 你在做着的事情 是带着热情去做吗 让对方感受一下你的热情哦 如果好像见面又好像 心不甘情不怨 那倒不如不坚持嘛 然后呢 就是保持平静冷静一点哦 客观地看待事情哦 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然后可以往生地去了解事情哦 别那么快地 就下判断下定论 然后冲动地 去出言伤到对方哦 要小心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可以选到第一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拿到的是保健吧 这一张牌卡 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的复杂 别自己吓自己哦 好像这个图里 它其实是可以解决它的问题 但是由于它想的太多 它觉得自己好糟糕 很惨 所以呢 失去了那个拯救自己的动力哦 所以别那么快就认输 别那么快地就放弃 放弃拯救 解决问题哦 所以这张牌卡是说 要你冷静哦 冷静一点 然后不要乱 然后慢慢地 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身体健康 与对方的感情 平顺健康的发展 与对方有一个充满 惊喜 美好 有趣好玩的未来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哈喽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再玩的主题是 他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戳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这个人他目前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是什么呢 从一张主题牌卡给选到第二组 他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跟你在一起 他觉得是幸福的 是最幸福的感觉 幸福来得特别容易 是你丰富了他的生命 他觉得有你真好 有了你 他什么都不缺了 他就是不断的一直会想起你 他离不开你了 就好像一个循环 他已经习惯的 一直会走向你哦 想起你 他就满满动力 你就是那个给他 满满 人生意义 与方向的人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他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首先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说 遇见你 他遇见了幸福 跟你在一起 幸福来得特别简单容易 是你吩咐了他的生命 有了你 真好 有了你 他就好像得到了全世界 他已经习惯有你了 他发现了他离不开你了 他会控制不了自己 也不断的会想要 回到你的身边去想起你哦 有你呢 他就觉得满满的动力 对人生充满着希望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你要问的这个人 他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还有什么呢 看塔罗怎么说 他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请你别那么悲观好吗 其实他是爱着你的 对你的热情已经多到快烧伤他自己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宝哦 请原谅他就是可能会对你管的太多 那都是因为太害怕失去你 太关心你 太想要把你抓得更紧 他接着会好好善待你 他会对你公平 这些都是他发生内心的真话 他给过的承诺 他都记得 他不是心口开合的乱给承诺 为什么你总是往不好的方面想呢 他真的很重视你 对你是认真的 你还要他做些什么 你才会感到安心安全感呢 他觉得你们三观好合 你们是属于彼此的 你们是应该在一起的 他是经过生思熟虑呢 才跟你说这一番话 他不是说了就忘记的 他是真的认真的 是这么认为哦 最近的你过得怎么样呢 你很有神秘感 很想走进你内心世界 很想更懂你 更了解你 给选到第二主义 塔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他现在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他说亲爱的 请你别那么的悲观 其实这份感情在往好的方面 好的方向在进展中哦 你要他怎么做 你才会感到安心呢 他全心全意 只爱你一个 他很投入热情地对着你哦 对你的热情 甚至已经快受伤 他自己了 请原谅他有时 对你的占有欲会比较强 那都是因为 他想要保护你 他害怕你受伤害 他害怕你被别人抢走哦 他决定了 接下来会 好好的找到平衡 不会再令你感到不舒服 他会想要 跟你发展 一份健康平稳的感情 他觉得你们三观好合 你们是属于彼此的 别再三心两意了 就认定彼此吧 就选择彼此吧 但是经过神思熟虑 才跟你说这一番话 他不是心口开河 这一切都是他发生内心的真话 他好想要你可以信任他 让他走进你的世界 他想要成为那个最懂你的人哦 看字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组 这也可能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好想要为你做更多的付出 他之所以会设立到墙 因为他怕你会拒绝他 他不想受到伤害 他不相信他的感觉哦 他需要一点时间去弄清楚 他希望你对他都是说真话的 他宁愿你把真相说给他 令他就算痛他也承认 但不想你给他善意的谎言 若他有做了什么 搞平了你们之间 那都不是他有意的 他根本就不想跟你有任何摩擦 他就在此刻很想把甜甜的讯息带给你哦 想告诉你 他在想你 他在爱着你 他觉得这份感情一定要成功的 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放弃这个努力 请你别更换你的号码哦 他想跟你继续保持联系 我们需要给彼此一些空间 给选到第二组一字卡来看 他说亲爱的 他很想为你做更多的付出与贡献的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哦 但亲爱的 你不要对他撒谎哦 他宁愿你对他说真相 也不想要你说一些善意的谎言 他之所以会在你们之间设立一道墙 那是因为他害怕 遭受到拒绝受到伤害 他不是不爱你 他把你推开 都是因为保护自己 他现在不是很相信自己的情感哦 他需要一点时间去理经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他的迟疑不代表不够爱你 请你别胡思乱想哦 若你因为这样子认为 这份感情走得不平顺的话 他想说对不起 他不是有意想令你有这种感觉 他就在此刻就很想把甜甜的讯息带给你哦 他其实是很坚定的心想让这份感情有好的结果的 请你别更换你的号码哦 他想跟你继续的保持联系 很快他会跟你联络 很快他会主动的找你哦 就给他一点空间 我们彼此应该给彼此一些健康的空间 不是吗 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的去发展哦 这份感情 看彩虹牌卡有什么提醒呢 我喜悦地敞开心胸来接受生命中快乐的转变 保持正面相信一切都在好转中 我放下对生命的抗拒 就是你要抗拒你也抗拒不来 那就送应自然哦 再看 我是自由的 别忘了你是自由生 你是可以做选择的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二主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 所以不用太过的为过去的事情难过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 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 有什么 再看还有什么呢 你的伤口可以会痊愈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再看 若需要帮助 你可以寻求帮助哦 去指点你 但是你可以参考他人的意见 但是做决定还是你自己做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抽一张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拿到的是力量牌卡哦 要你坚强一点 别那么容易就被打败的 然后跌倒了 要爬起来哦 然后保持勇气 正面的心态再尝试一下哦 或许失败了 接下来就会成功了 你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结果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保持乐观 开朗的心 与对方过好每一天 妈妈的福报 妈妈的福气围绕着你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他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要问的这个人 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 他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发现他根本很不下心的 去恨你 生气你太久哦 对你就是没有隔夜 丑得很快又原谅你了 他就是对你特别的心软 他知道要在一起 有很多的挑战困难 需要去面对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子推缩 他就是那么坚定的心爱着你 他很乐观的认为 一切都会好起来 一切的挑战困难都会成为过去 想起你 他就心高采烈起来 他觉得他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你 真的很有福气 他保持信念的认为 这份感情一定有好的结果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他现在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首先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说他对你完全没有隔夜愁 对你特别的心软 很快就原谅你了 根本就不忍心生气你太久 你呢就是唯一令他 你就是他的软肋哦 就完全不是恨不下手的 很不下心的去离开你哦 他知道要在一起充满着挑战困难 但由于他很坚定的爱着你 所以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他想起你的事情高采烈起来哦 他觉得他遇到了真爱 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你 他很珍惜 他很相信 命中注定的安排 保持信念的认为 这份就是他在等待的真远哦 他会好好的去善待你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他现在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还有什么呢 看塔罗怎么说 他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他对你真的好心软哦 很宽容的心对着你哦 你是与众不同的 你就是他的灵魂伴侣 你就是他生命中的贵宾 他给你的承诺 他都是真心的 他都没有骗你哦 他有在努力想兑现他给过的承诺 晚上失眠 若失眠的话那都是因为太想你哦 你就是那么影响他 他觉得有你在身边 他的人生 他的生命 才会是完整的 他对你已经产生了依赖 没有你的日子过得特别无聊 很无趣 他心中积累满满的爱 一直等待着机会带给你 去把惊喜带给你 他很清楚直接明白 就告诉你 他要的就只有你一个 若无法跟你在一起的话 他觉得 他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 会很难过 他就是那么离不开你哦 就算你是他不该爱的人 他也是 无法理智的去跟你说分开 给选到第三组 以塔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他想告诉你的甜言蜜语 他说他对你就是特别的心软 你就是他的软肋哦 他无法狠下心的生气你太久 已经对你产生了依赖了 在没有你的日子 他过得很无趣无聊 他真的不可以失去你 只有你在身边 他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完整的 你就是他人生中的贵宾 你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 跟你就是心灵相通的 好不容易遇到 跟自己灵魂上那么契合的人 他真的很珍惜 心中积累满满的爱 一直等待着机会想带给你哦 过去他给过的承诺 你都可以相信的 虽然很慢才兑现 但他真的有在努力中哦 他并没有忘记他给过的承诺 他现在想直接明白 简单的告诉你 他要的就只有你一个 若他晚上睡不着 失眠 那都是因为想你哦 你就是那么影响他 他可能甚至为你掉过眼泪的 他好担心 若无法在一起 那他的人生该怎么办呢 他太重视这番感情了 甚至你是他不该爱的人 他也离不开你哦 你就是那么有魅力 你就是那么深深的吸引着他 康斯卡怎么说一拳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完全无法彻底的把你放下 跟你藕断撕连 他害怕你会把他忘了 他害怕你会把他抛在脑后 他是真心爱着你的 所以他不怕等待 他知道你就是对的人 你就是那个他要找的人 他在等待的人 他有听见你的呼唤哦 他有一直在关注着你 留意着你 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一无是处的 他好自卑地认为 自己不会被修补了 所以请你别离开他 你是他最大的心愿 没有你他就一无所有哦 他就是 无数无刻都很想打电话 发信息给你 他需要逼自己 不要那么的一直打扰你 若没有他 你可能会过得比较快乐 他很自卑 给选到第三组 你自卡来看 这个人他说 他完全就无法把你放下 无法彻底的把你忘记 他害怕你忘了他 害怕你把他抛在脑后哦 他还在耐心的等着你 他真心的爱着你 他不怕等待 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对的人 好不容易遇见哦 你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实现了 他有一直在关注着你 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都想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哦 他无时无刻都一直想要发信息 打电话去干扰你 但是他逼自己停下来哦 他觉得自己 就是不受控的一直想连着你哦 他知道他自己有很多需要 变得更好的地方 或许没有他 你会过得更快乐 所以他就是可能对你 采取的行动变得退缩了起来哦 他总觉得自己只会脱累 你给你添烦恼麻烦 看彩虹牌卡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我渴望正向的改变 因此我接纳目前的自己 接受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哦 若不接受自己的缺点 怎么能进步呢 我越积极地看待自己以及世界 就越吸引积极的人 你正面 你自然会吸引正面的人哦 我在工作中呈现爱和创造力 拿出你的爱与创造力 去做你的事情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的人都是要成长的 所以往前看哦 面前还有很多新的不错的机会 不要错过 保持忠诚专一哦 若你要对方对你专一 你也要成为一个专一的人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死神牌卡的到来 过去的事情就放下吧 让自己可以好起来哦 承认自己的错误 承认自己的缺点 才能够从这个错误中学习 并且成长哦 若做错了 向对方承认哦 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样才能够更容易得到原谅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平静的心 一切顺利的走向 幸福美满 和谐的感情 而与对方 满满幽默 欢笑声过每一天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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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